第二三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十九轮的比赛 梅竹克加在主场对阵大连人的保级六分战 错起来船找到康拉德再广动 左脚射门一比零 刚说大连人队防守落位不错 结果呢 这次传中球前点有队员出现了帽顶 让禁区里的康拉德把球给卸下来了 先是伤隐被抹过去以后 应该是林隆昌在前点没有顶到球 这个球前点林隆昌要是没碰到的话 后面的防守队员就不太好处理 而且康拉德非常冷静吧 就卸下来以后晃了一步 想要去连线康拉德 康拉德直接向前前查跑位了 慢左肌的远射 一比一 比赛十分钟两个进球了 慢左肌的超远世界波 球队刚落后 他就帮助球队把比分给扳平了 调整一步直接抽射 还是防守队员 小瞧了慢左肌的射程没有顶上去 对到罗德里哥 罗德里哥在塞连线 可走围棋摆脱一步 左脚再射马 梅州客家队阵中是有一个空霸的 杜嘉利奇 哇 这个球找到了杜嘉利奇 罗德里哥打到内部 儒子难上来了 还有 第二球来了 梅州客家队再次改写比分 二比一 外援科索维奇也进球了 大连人队呢 球权太少的情况下 最终防守端还是出了一个漏洞 何宇庞和劳烈斯两个人都顶出去防 导致插上来的如此难 没人盯防的情况下 完成了一脚射门 勉强扑出以后 挡不住科索维奇的补射了 叶楚贵挑身后 这球不涉及越位 门将出来了 梅州客家的人强也不高 直接远射 哇 这个球质量很高啊 奔着球门去了 自己利用速度 给过来 中路的远射 叶楚贵的进射 看了看远端 看拉德的位置不太好传 第一时间停住 再传 哎呦 差点乌龙啊 继续摆脱 左脚兜起来传 有想法 后点叶楚贵 有的李哥先拿球 到进区里面 右脚兜射远角 腾越磊 拿到了球 裁判员唐顺旗 也顺势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 最终在这场保级的六分之战 梅州客家队 主场2比1 战胜了大连人 这两分之战是 这三分之战是